嗨,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继续我的挑战水彩100幅第51幅 牛油果 从这幅开始画水果系列的 要画10幅水果 用铅笔直接在水彩纸上画出线稿 牛油果的学名叫鄂里 所以它的外形跟梨子很像 从调色盘中拿出这幅画要用到的颜色 柠檬黄,五月绿,深绿色,鼠褐色,深褐色 用五月绿加上大量的柠檬黄 调出牛油果果肉的颜色 大面积的平涂在果肉的部分 趁湿在果盒的部分加入更黄的颜色 这里又加了一个新的颜色,橘黄色 用深绿色加入五月绿 调出果皮的颜色 画果皮时注意流出高光 第一遍颜色画完了之后 可以再用深绿色叠加第二遍的深色 接着用五月绿加深绿色 再加橘黄色 可以靠近果皮的果肉叠加一层做个加深 注意用清水笔晕开边缘 果盒的周围也可以用橘黄色做加深 在果肉的部分可以画一些点状的纹理 果盒上半部分的颜色是用深褐色加上一点点黄色 下半部分是用深褐色加上深绿色 可以提前把这两个颜色都调出来 上色时可以快速的让它们溢热在一起 在果盒的表面再叠加上刚才的颜色 刻画一些小细节 用五月绿加上橘黄色 画出果皮的厚度 觉得还不错的话 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吧 上面的小叶子画一个由黄绿色到深绿色 再到橄榄绿的一个渐变色 注意画的时候要快速的让这几个颜色衔接在一起 果皮的厚度有些不太明显 我这里用了丙烯白墨水 叠加了橘黄色再刻画一遍 同时可以用这个颜色在果肉的表面 果盒的周围做一些纹理的细节刻画 接着用白色丙烯高光笔 在果盒上画出高光 可以用清水笔把它浴染一下 同时一脉上也可以画上高光 最后别忘了加上投影 这样就画好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支持我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